那如果要加上相關的顏色 就類似像這樣 比如說第一個 如何加上 比如說把A的炎製的顏色改成藍色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加一個底色 第三個加框線 第四個是加那個顏色之外還加一個粗體 所以會有四種變化 四種變化 那要怎麼樣加上去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第一個 其實也可以從那個成績多重的這個 程序 一樣我把它複製貼過來 也就是說呢 當然 我們本來是成績多重 那你可以把它複製貼上之後 後面再加一個顏色 那裡面有哪些地方不一樣 第一個就是 各位可以看到 這是第一個 字怎麼樣加上顏色 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是輸出A 也就是說我今天把那個A輸出之後 如果你要再 輸出那個A這個字之後 要再把它的格式做字的顏色 改成藍色的話 那你只需要在這一行的下方 多增加更改那個什麼呢 它的字的顏色的相關的屬性 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的話 第一個是它的FORM 這個是一個屬性 FORM的話就是它的字型 後面一個Color的話就是顏色 OK 那如果說你要字的大小 大小就點Size 你可以把Color改成Size 就是字的大小 OK 這個第一個 特別注意喔 那當然喔 我們要怎麼樣把這個加上去 一般是這樣啦 就是說 撰寫的方法 但你想說老師這個這麼長 我怎麼背得起來 其實有些地方不用背喔 那怎麼加喔 我習慣這樣 你打個Sales點 它有些它會自動出來 FORM有沒有 FORM這個屬性啊 你點Sales點 FORM 然後其實直接點兩下 或者是按空白鍵 再點什麼 點 比如說你今天Color 所以你會發現這邊有Color 有Boulder有沒有 然後呢 還有什麼呢 斜體嘛 然後它的字的字型的名稱 然後字的Size 這邊都有 那我們主要是變更顏色的話 這邊就有Color OK 所以其實裡面的話呢 前面這個一隻手 拿著一個文件 這個叫屬性 那屬性的話 實際上就是 這個物件裡面的狀態 相關的狀態呢 都在這個清單裡面 OK 那至於說這些東西啦 其實如果你不太清楚的話 沒關係啦 你可以在這個FORM上面 按一個F1 它有說明檔 裡面都有 OK 那裡面顏色 你就可以找到Color Color 特別主要 如果你只要想到 顏色的話 我是建議 你可以 學一個 就是加顏色的方法 在VBA裡面 加顏色 最重要的 就是那個RGB的函數 那RGB的話 顧名思義啦 就什麼 紅 G 綠 B 藍 OK 紅綠藍嘛 就三個原色 那三個原色的話 基本上就0 0就是沒有 到255 其實總共就是256種顏色啦 0到255 他直接說 是不是256嗎 因為從0開始 OK 所以 特別主要 你沒有256 你不要自己 突發 自己打個256 他就 就掛掉了 因為他就沒有256 所以0 就是沒有顏色 255 就是最多 所以如果你要紅色的話 就是RGB 瓜糊 255 痘點0 痘點0 就是紅色 OK 也就是說呢 紅色 調到最高 其他沒有 OK 那如果說我今天我要 我要加的是藍色的話 那基本上怎樣 你可以等於什麼 R G B 瓜糊有沒有 那0 痘點0 痘點255 這個就表示藍色啦 應該可以理解啦 那你想說老師 那 可是這樣子調 欸 我好像只能夠調R 就我不知道要怎麼調的 其實一個很簡單的方法啦 如果你要調一些奇怪的顏色的話 最簡單的方法 不外乎就是 從這個調色盤裡面嘛 其他色彩 你隨便選一個顏色 再去找自定 這邊就有RGB了 這邊就有顏色了嘛 所以你要怎麼調啦 這麼多嘛 隨便你怎麼調 OK 那總共的話呢 就可以調出 2的32次方總顏色 也就是 2的24 24次方啦 因為八位元 八位元 八位元 等於是 84 24種 實際上 就是電腦可以顯示的 總共的顏色 基本上 大概是1000多萬種顏色啦 所以其實螢幕裡面 可以顯示大概就這麼多 這個只是 OK 那不過一般其實常用的 大概就那些顏色啦 OK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呢 我們把這個RGB加上去 所以我如果要藍色的話 那就是 就是00255 OK 那這邊去 你想說 老師那這個地方 是不是應該還要再加一個Sales 這個這個地方瓜糊裡面加 那其實我會習慣什麼 最後再加 那你想說老師那你為什麼最後再加呢 其實到底很簡單 因為如果說 你如果加了瓜糊之後 點下去 它的提示 就不會出現了 OK 所以為什麼最後再加 因為你 瓜糊加了它就是不提示 那我有時候為了方便提示的話 那我就怎樣 加一個 先 瓜糊最後再把它加上去 所以基本上大概就是這樣子 這個就是 加上藍色的字喔 OK 那第二個就是說 那我們剛剛的效果 1 就完成 所以以後呢 再加 4的顏色 請參考這邊 那第二個的話呢 是什麼呢 底色 那底色的 使用方法 其實也是類似啦 所以B的部分呢 那剛剛是用Fone這個屬性對不對 其實對不對 這個地方 如果你是底色的話 它叫intro 這個intro 一樣是點color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黃色的話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黃色的話 哎 就是 紅色加綠色 全部 沒有藍色 就是紅色 所以特別注意這邊黃色的話 255 2550 就是黃色的 那我加上 那我加上一個intro的color 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 就是指的是把底色 改成黃色 其他的話 我想你將來要做變化 自己再變化一下 反正不外乎就是怎麼樣 把這個後面顏色改成你要的顏色啦 自己再去調色盤調一下啦 OK 這個是第二個 第三個 OK 我們要了解就是什麼 怎麼樣加框線 欸 框線怎麼加 OK 啊其實框線 你可能要了解一下 那個 在sales sales出傳格裡面 還會有一個物件 這個物件就是 框線物件 所以基本上 那個框線物件的話呢 它的名稱 基本上呢 在esalevba裡面呢 它叫boulder 加s boulder ok 那當然如果說你要自己 當然你如果 怕忘記沒關係 我剛剛講過 你刮弧先不要打 打一個b啦 boulder就出來了 有沒有 然後你就點它兩下 再點 color就會出現 有沒有 等於rgb 如果我要變成紅色的話 255 0.0 0.0 或刮弧 那記得齁 最後做完了刮弧 記得一定要補上去 好 框線就加上去 就這麼簡單 OK齁 所以以後框線的話 這樣子 就完成加框線 不過後來有同學說老師 可是框線好像還有其他變化 比如說框線的粗細啦 框線的樣式啦 OK 其實也可以變啦 反正這都沒有問題了 後來還有同學 問題真的蠻多的 說 老師那 你一次就改上下左右的線啊 那可是如果我今天只要改上面的線 跟下面的線 有沒有辦法 當然也可以啦 其實都可以 你想得到都辦得到 只是說要怎麼實做出來 不過 當然這都有辦法查得到的啦 所以當然我在後面其實都有補充說明 只是說可能你們一下子也不見得可以馬上吸收 但是至少知道 它是利用什麼 Bolder物件 特別是Bolder物件 去改變它的color 給它一個顏色 所以這樣子改完之後的話 框線就變成紅色了 那最後的話呢 就是怎麼樣 把那個D的部分 加個顏色之後 再加個什麼 加個初體 特別是初體的設定就是說呢 縫這個屬性後面加一個Bold 這個就是我們的初體 如果說你要加初體就等於True 等於True就是為真 所以這個Bold裡面 它就是True或False而已啦 如果是True那就是初體 False就是沒有初體 就是這樣子 OK 所以如果你要加上去 就等於一個True OK 反之就是False 好 那加完之後的話 當然我們就把它按下去 基本上這個結果 可以看到 就可以 這個總共的變化 就出現了 當然未來也許你可以用在 反正自己找一些 很大量的資料 你要全部把它做一些相關格式 設定一下 OK 多做幾遍之後 我想這些應該都很快可以上手了 好 那能夠加的上去 自然要能夠清的掉 清除的話 你想說剛剛不是有個清除嗎 不過清除特別重要 這個清除只是清除資料 它的格式還在 OK 所以特別重要 如果你要把格式也加 把它拿掉 你會把它拿 你如果清掉 你加上資料 你會 格式都還在 所以要怎麼把清除 格式清除掉 你要怎麼加 記得就要相反的把它拿掉 OK 所以要怎麼把它相反拿 拿掉 這邊的話提供你會不會參考 我們一樣多加一個層 層積多重顏色 然後呢 多重清除好了 多重清除 然後這邊的話呢 主要呢也是拿上面這個來修改 把它複製貼過來 那怎麼樣把字的顏色恢復 本來是改成什麼 改成藍色 那它預設的顏色 特別注意喔 預設顏色是黑色 所以呢 我如果要把它改回原來的黑色的話 其實第一個 我如果要改回來的話 就是Fone Color有沒有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黑色 那黑色的話 特別注意喔 在那個RGB裡面 反正什麼顏色都沒有 000就是黑的 那如果全部都2555的話呢 那就什麼顏色 就白色 對 反正000就黑的 252525 那就是白的啦 OK喔 所以基本上呢 我只是把 把原來的藍色改成黑色 這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底色的部分 intel.color有沒有 剛剛是RGB RGB的是黃色嘛 黃色那如果說 我要把它顏色拿掉的話 我可以不給顏色的話 另外還有一個敘述啊 就是等於什麼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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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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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地方特別重要把顏色清掉 那bo的點color後面一樣 所以這個地方跟這個是一樣的 那最後的話當然 我們那個字的顏色 剛剛紅色